44岁苏提达现身玉佛寺,身穿水蓝色泰式礼服,在夜色中格外闪耀 马哈瓦吉拉龙宫继位三年以来,苏提达无疑是弦内住,地厚的感情也趋于稳定 纵使后宫有33位嫔妃,充其量都是好看的花瓶,难以撼动苏提达的王室地位 44岁的苏提达现身玉佛寺,身穿水蓝色的泰式宫廷礼服,在夜色中显得格外闪耀 不少读者看完现场照,认为王后真是美丽动人,笑脸盈盈的样子真是美如画卷 作为王后苏提达很称职,帮助泰王处理公务,维持和照顾家庭成员 只是泰国后宫情况特殊,苏提达想要站稳脚跟,必须拥有一些手段,否则很可能被排挤走 根据泰国媒体报道,马哈国王夫妇携手亮相玉佛寺,苏提达王后继续搬嫁 由于雨季过渡到冬季,因此玉佛的衣服也会更换 按照传统由泰王亲自主持更衣大典 44岁的苏提达乘坐皇家御车,陪伴泰王出席更衣一事 这段时间王室公务明显增加,跟马哈国王在一起的机会也多了 王后显然心情很不错 此次亮相玉佛寺参加宗教公务,苏提达的造型端庄和大气,得到了民众的一致好评 一袭水蓝色泰式礼服亮相,手里拿着铜色系折扇,给人一种古色古香的感觉 苏提达拥有一半华裔血统,因此长相更加温婉和精致,搭配泰式礼服很惊艳 人到中年,身材也保持得很好,再加上得体的妆容和简约的发型,将王后温婉的一面展现无疑 根据泰国媒体爆料,苏提达现在拥有45个博士学位,全部由马哈国王亲自颁发 后宫颜值高的女眷很痛,但是综合能力都不如苏提达,在王后面前全都黯然失色 史妮娜已经被接回曼谷皇宫,但是依旧没有亮相的机会,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宫斗中暂时落败 看来只有情商和智商高的女人,才能在泰国后宫安然无恙,否则希拉米和施妮娜就是反例 更衣大典庄严肃穆,是泰国王室最重要的公务之一 以往所有王室核心成员都会参加,但是这回泰王只带了苏提达,为我们传递出不少信号 很多读者都觉得苏提达不受宠,这其实是个误区 学历和双商都超高,能够帮助马哈国王处理公务 同时还得到了军方的支持,可以让泰王的统治更加巩固 苏提达当然是正牌王后 这套水蓝色泰式礼服真是惊艳,在夜色下波光淋淋,显得苏提达王后格外美丽 比起之前的纸片人身材,现在的王后更加朱元玉瑞,反而更加大气和惊艳 从玉佛寺走出来的时候,泰王为两侧的民众赐服水,苏提达笑脸隐隐跟在身后 夜色下的苏提达格外惊艳,就像是一条波光淋淋的美人鱼 难怪会被泰王喜欢了这么多年 苏提达就是才冒双全的典范,入宫十多年备受宠爱 如今当了王后,也很受欢迎 王后多次陪伴泰王出席公务 民众也很认可这对组合,认为他们才更加有夫妻想 马哈瓦吉拉龙宫以前有偶像包袱,出席公务必须染发,现在也变得随性了很多 两鬓斑白身材勾拢,在镜头面前逐渐展露出老态 但是在王后心里依旧是天天少年老 苏提达的经典造型无数,然而大家还是被这套礼服深深吸引 王后的仪容仪态真好,再搭配上优雅的笑容 得到了民众的一致好评,在现场高呼国王万岁 施妮娜前段时间高调回归 如今看来先不及任何水花,冲击量只是个炮灰 王后的控制力很强 无论是施妮娜还是希拉米,都直接被血藏,甚至毫无反击之力 经历了这么多大风大浪,泰王最终的选择还是苏提塔 这才是最优解 虽然希拉米是真爱,但是在利益和权力面前 这点感情就显得微不足道 苏提达的心理素质很好 入宫多年,终于稳固住自己的地位 足足打扮了33位嫔妃 双眉组合负宠失败 王后却依旧风光无限 泰国后宫的局势只是变幻莫测 马哈瓦吉拉龙宫已经70岁 早已应该考虑立出问题 现在却依旧没有行动 或许泰王还没有想清楚 到底是扶持提邦宫继位 还是给苏提达8岁儿子一个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